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事洒洒 凉凉 懒懒 停在我悠悠心上 你说请到深处人在那不独独 爱到弄时就牵肠挂肚 我的心里鼓鼓 淡淡散散热 他这么会唱啊 一人放出道边界 仿佛走入地湖根期间 朝夜乱乱乱的心 小发如心脚腿 字典里没成天 一人会活着眼泪 会比还在眼前 那你别 你不管想天 我不敢说再见 不认输一次告别 天生就会有个心 有心灭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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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似小船遥遥 黄花弯弯 身在融融的天上 你的心是散散 蓝蓝蓝蓝 停在我悠悠心上 你说情到深处 让咱那不孤独 爱到弄是九千尘花图 我的心里孤孤单单 散散热手掌 离人放逐到边界 仿佛走入地雾的季节 昼夜乱乱和弦 炸饭任性交代 四天里没生天 一人挥霍着眼泪 会比还在眼前的离别 你不肯想明天 我不肯说再见 有人设一次告别 天上就会有颗星 又熄灭 一人挥霍着眼 挥霍着眼泪 会比还在眼前的离别 你不肯想明天 你不肯想明天 我不肯说再见 有人说一次告别 天上就会有颗星 又熄灭 好听 好 欢迎诗丁和雅丽来到 我们天赐的声音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觉得两位今天的表现 像我们身边吹过的风 在中间摇摇晃晃 然后一直在挠你 然后痒痒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声音 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又在一起又很搭 杜世丁 我对你的声音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声音的层次 包括音色的控制的能力 我都是觉得 在这个时候的舞台上 的歌手里面是罕见的 杜世丁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唱歌 我觉得 哇 好震撼 至少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目前为止 我听到所有的女生里面 你是最震撼我的一个女生 但是你在大众里面的知名度呢 好像又没有那么的高 就是不红呗 心里有不服气吗 有没有 没有 我觉得红不红这件事情 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 这是外界给我的定义 反正不是吃青春饭的 所以就我自己是父亲 我觉得会很好的 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我觉得这个演艺行业 本来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行业 它不是像律师啊 医生啊 你的经验会给你带来知名度 尊重 演艺圈是反的 年轻无知 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资本 那个屎盆子掉在谁身上 你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金蛋掉在身上 你也不知道 我们还是期待有实力的人 能够红 这样的话给更多的人 更多的理由去好好地努力 变成有实力的人 我要说雅丽 从你的蝴蝶圈编到现在 好像似乎没有再听到 你其他的一些作品 我想知道你还没有 有没有把精力放在音乐这方面 我从来没有停止唱歌 我现在就是之前说 有做一些生活的装置 其实我最大的装置 是给自己做的一个舞台 就是你想要唱的时候 就随时都能够去唱 在大家的记忆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 就可能是蝴蝶圈编 跟那一年的比赛了 我跟大家说 我到现在为止 我唱歌让它永远会紧张 可是我会比较高兴的是 我唱歌15年了 我还紧张 那我得有多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不会太去区分 到底你有没有 所谓的唱歌的机会 有 我就来了 没有 我们家自己有舞台 我可以唱 那有没有人听呢 我告诉你们 我爸妈都听 我过年的时候在家里面开演唱会 我爸妈就觉得我是天赐的声音 我其实刚刚在看 听你讲话的时候觉得 往心里去了 不是说有没有舞台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 你出道这么多年 你还可以拥有这么干净的灵魂 我其实我觉得有点惭愧 就是说在我心目中的你 是那么的美好 可是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机会 好好地认识你 一直到今天天赐的舞台 我才有这个机会 可以听你述说的这一切 这么多年来有多么的不容易 但是你从来没有被打倒 你永远都像是 你的性格如此地鲜明 你刚刚讲的这个 你没有发现 也很像一个人吗 很像你呀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地 真的 就是 感觉特别地深刻 不以类聚 如果你刚刚跟我讲 你觉得是我 其实我会觉得 你刚刚讲的那一个人 也是你自己 感谢观看